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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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我們和人溝通 可能會夾雜不少的潮語 又或者是時事辭匯 不過如果要把這些潮語翻譯成英文 你又能不能夠全神地保留它的意思呢 糟了 還不好 嘩,識怪 我相信你會有能力 這個很難 真的不錯 其實跟中文有點關係 OK 不要緊 對 鼻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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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之所以有趣 就是因為充滿活力 三身的用語 會就時代的轉變不斷增生 但這些地道的字詞 要譯成令外國人都明白的英文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遊學者就開發了一個程式 將收集到大約八千個潮語 和時事詞匯 提供既傳神又合乎文化的傳譯 研發開始的時候 其實由我們開始收集的詞匯 就已經由沙士開始 到2014年的時候 將那些重複去除了之後 我們有五千個詞匯 我們做一個網頁 網頁上要有所有關於傳譯的資料 技巧 知識 網頁推出了一年 反應很好 每個人都覺得最有用的就是詞匯 去年我們就想不如做一個APP 因為有些學生都覺得 要一個APP就會方便些使用 因為大家現在使用 上網的模式都不同了 大家都喜歡用APP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不如我們就開發一個APP 用家可以在應用程式中 依照分類 又或者直接輸入 搜尋相對譯的詞匯 或者關鍵字 就會出現相關的詞匯 並且提供對譯 另外也會提供詞匯的出處 又或者相關的新聞內容 吳博士說這個詞匯翻譯應用程式 和一般的字典不同 應用程式能夠不斷更新 而且會即時收集最新的詞匯 和字典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可以不斷更新 你本字典整出來之後 可能你用了十幾二十年 整本字典出來 下一次的詞匯 就不知是多少年之後的事 現在有網上字典 就會更新更新 但是也不會像我們這樣 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更新 最新的詞匯 譬如潮語那些 你都會找不到 很難 譬如靜女 小鮮肉這些 有時應用程式所收錄的詞語 未必完全創新 但是就會因為一些時事 而受到社會關注 坊間有不同的譯法 我們那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 應該說大部分都在坊間 坊間可能是不同的報紙 每屆的 我們會看 這個可能它也很傳神 我們都會擺 譬如上次記者最喜歡的文件 就是殺無聲 殺! 無聲 最後我們怎麼會拿 《kill without mercy》的譯法呢 就是我覺得 在那個情境下 去講說話 那時候的語氣 我覺得用《kill without mercy》 就是那個rhythm 就是那個人都好一點 而另外一些《kill without mercy》 我覺得就是太過巧合了 就不是很適合當時的情境 應用程式未來 將會為詞彙提供讀音 另外也考慮增加用家的參與度 用家除了可以提供詞彙傳譯的建議 也可以提交詞彙 要求應用程式幫忙進行翻譯 加強用戶和開發者的交流 一年一度的香港渣馬剛剛舉行完 在比賽的中途 都有選手出現身體不適的情況 需要送院治理 跑步模擬可以令身體健康 但如果沒有衡量過自己的身體狀況 就可能會識得其反 教練指出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用來 檢測身體狀況的智能裝備 主要都是追蹤運動員 在運動的時候身體狀況的變化 而烏克蘭就有初創公司 研發了一件能夠檢查運動員密博的T-shirt 實行將一般以手錶形式的檢測裝置 當運動衣這樣穿 非常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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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看待手指的手指 的手指 我也是有什麼 或是有什麼 或是不得了 我又來自我 如果要不得了 這個功能讓 快點 我們認識 我們成為 我們有什麼 創办人又说这件智能T-shirt 能够保证所提供的资料 准确度达到99% 他期望这件运动衣 可以预防运动员 在削烈运动过程中受伤 甚至是可以成为保命的救星 这件T-shirt最初的产量只有1000件 其中200件已经由乌克兰出售去到外国 每件的定价220美元